大和客户端7月10日消息 新县洪桥下,突然有一名女子落水,眼看就要被大水吞噬,危急时刻,岸旁的一名男子,迅速脱去衣服和鞋子,跳到河里,成功将女子拖起,并在消防官兵的协助下,成功将女子救上岸,并送往医院救治。 本文图片均来自大和客户端现场,女子意外落水,依教师奋不顾身跳水救人近日来,信阳地区连续的阴雨天气,造成了许多河流水位不断上涨,7月9日下午三时许,新县洪桥下,突然传来了几声呼救声,一名女子意外落水,眼看就要被洪水吞噬,由于水深,岸边围观呼救的人越为越多,却始终无人下水, 暑假开始了,按照学校要求,我们每天都要到学生家中,进行暑期安全教育大走访,昨天刚走到桥上,突然听到下面有人在喊落水,开始以为是学生落水,就赶忙朝下看,金城说道,后来开始并不是学生,而是一名女子,按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可能都不会水,没人敢下,金城直言道, 下水之前,心里也有一些害怕,毕竟水流比较急,水位也深,但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,我一边脱衣,一边向落水女子大声呼喊,不要挣扎,同时为了安全,找了一根竹竿,游到女子,身旁,将她慢慢拖到浅瀉的沙丘上,等待了大约四、五分钟, 在消防人员的协助下,成功将女子救到岸边,点赞,人民教师一举传遍红城,数万网友纷纷喝彩 记者了解到,金城老师在救完人后,穿上衣物,离开现场,岸边的围观群众,纷纷为她点赞喝彩,并有人想要金城老师的相关信息,但被其解决,经过热心网友的努力,最终找出了金城 新县二宗教师,记者在新县一家自媒体发布名为金城老师,今天,三十六万新县人民为您点赞的文章里看到,发布文章不到一天时间,阅读点赞数以高达六万余字,为人师表,你用你的行动教育了你的深深学子,今天,你这不仅仅是救人,你给全新县三十六万人民群众上了生动感人的一堂课,金城老师,金子品质, 诚挚心灵,满满的都是正能量,不顾个人安危,舍己救人的精神,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,英雄红尘,英雄儿女,愿我的家乡,越来越美愿我的父老乡亲,永远安康,对于救人的事情,金城老师觉得很平常,遇到这样的事,每个新鲜人,都会这样做的,何况我还是一名人民教师,更应当仁不让,金城老师说, 本文元体为女子不是落水信仰教师,奋不顾身跳河救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